大家好,我是大刘 今天分享一个花椒鸡的家常做法 学会了过节在家做,麻辣鲜香 吃完能让你的嘴巴跳舞 首先准备一只嫩母鸡,大概2斤左右 处理干净后攒成块,块要尽量小一点 然后加盐,胡椒粉,料酒和一瓶鲜酱油 再加一勺淀粉,抓拌均匀后腌制20分钟 配菜就做窝筍一根,切成这样的条即可 小米辣和青椒,分别切成长段,辣度可以自己把握 再准备多一点的大蒜子,切成粒 生姜切片 锅里放多一点的油,烧至切成热 将腌好的鸡肉下锅炸 全部下锅后轻轻推散,再继续炸个3-5分钟 边炸边翻动,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外皮焦脆,颜色深黄即可出锅控油 切好的沃笋条可以焯水,也可以直接过油 锅里留底油,加入一大勺青花椒 中火慢慢炸出麻香味 大概炸个一分钟左右,煎到些备用 再倒入姜蒜,一把干花椒,炒香 这时候将青红椒和窝水下锅,翻炒均匀 然后倒入炸好的鸡块,刚才捞出了青花椒 开大火翻炒,让鸡肉和麻辣味如何 最后加少量的盐以及糖生抽 继续翻炒入味后即可出锅 鸡肉好吃入味,麻辣鲜香,一口一块特别过瘾 喜欢这一口的一定要试一试 跟着家常菜请关注我,每天都是家里的味道